师父好 你好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孩子的乐障我们自己背 我要问我的弟弟的女儿 弟弟女儿 几几年属什么的 2010年属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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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有点自闭症啊 脑子啊 要当心啊 接下来我往下看啊 这一段也不好 骨头也不好 他 这小孩 你特别要当心哦 好 师 师父啊 他身上有灵性啊 有灵性 是你的孩子是吧 是我的 是你的 他的太太啊 你们你跟他太太两个人啊 你们是不是有钓过孩子啊 有钓过孩子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可能是他妈妈的 可能是他妈妈的 就是他的妈妈的 就是他的妈妈 一个小孩给他念 五十六张小房子 小房子 五十六张 五十六张 你是他爸爸是吧 你有没有 你做的事业 生意有没有杀业啊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杀业是吧 没有 跟他爸爸的业障有关系 一个小孩 跟他爸爸业障有关系 我不知道怎么讲 师父啊 他从出生的时候到现在 不会说话 就是不会讲话呀 对 鬼在身上呀 一个小鬼在他身上 年小房子而已 现在几岁了 六岁了 不是不会说话 会有声音的 会讲的 啊啊啊叫 对 但是不会讲话 对 有一个耳朵也不好 耳朵 左还是右 属什么 属老虎 左面 左边 特别当心啊 左面耳朵听不太清楚啊 所以他不会讲话 你们要锻炼他 锻炼他讲话 要教他 明白了吗 他能叫 就是声带 还是能发音 他主要是大脑 控制不住他的声带 声线 脑子啊 还是脑子问题 你如果帮他念小房子 能够 我看要念280张小房子之后 孩子会好起来了 但是不会完全恢复的 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很多很多了 孩子才会好起来 而且这个孩子骨头也不是太好 骨头啊 你跟他讲 印尼一花骨头 骨头 啊 你不是印尼人啊 不是 不是印尼人 你告诉他呀骨头不好 听得懂吗 听懂 叫他好好念 还有叫他爸爸要当心 他爸爸要当心 因为他妈妈在我今天有些话 不宜跟他爸爸讲 所以他爸爸心里都明白 所以叫他爸爸多念经 好吧 他爸爸太 handsome boy了 所以这个桃花韵就比较盛开了 你不要跟他翻译了 你就告诉他 东方谭你看这么多花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了 你叫他放生啊 放生 我看放生 放2600条鱼 2600条鱼 好吧 会好起来的 他现在几岁啊 六岁了 那你念经好好念 半年当中会明显的好转 要真的要好得比较厉害的话 是一年半 就是七岁半的时候会好得很多 好不好 好 好 感恩 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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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